各位红青大家好 欢迎收看四月十八核新传华新闻 我是丹昕明 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到 为了提升社会遗害语理 组织医疗教会品质 和六十以后保险 最好观这期会 为生后日报 建筑办理语理专制医书制度计会 十八核在一起 关乎办理语理专制医书制度计会 开动计家会 希望这位专业医书 站在组织医疗教会第一次担 为每一位小孩的生长和发展把关 做会来修让小孩 让家长安心 为了让小孩健康快乐大汗 关乎建议向中央 维生后日报 建筑办理语理专制医书制度计会 希望可以为三会进展的小孩 提供七大乎母 三项对中 到四项通报专会 让小孩在在三会进展的生长改大 可以有上了解小孩 语理专制医书 为伴家长做会照顾小孩 现在是少子化 那我们每个小朋友都是爸爸妈妈的一个宝贝 那怎么样让爸爸妈妈呢 能够更加的放心 所以我们就从中央来争取相关的经费 来做我们的这个幼儿专责的一个这个照顾 那在这边特别谢谢医师公会及诊所协会 那两个协会呢协助我们有73个医生 73家诊所104位的这个医生一起来共襄盛举 那数量还在增加中 那最主要就是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系统提供给家长七大服务 那我们有三样的一个这个追踪四样的一个转介 那也就是说在成长的过程中 有专责的医生陪着我们爸爸妈妈来照顾我们的小孩 有任何的问题 医师也会给大家提供 那有任何的问题 爸爸妈妈也可以找我们的专责医师来做咨询 那这个部分呢 特别谢谢小儿科医师以及嘉义科医师 这104位医师的共襄盛举 由于专责医师制度计划 主要是希望提供社会进行小朋友 完全而且等医生的照顾 对出事开始 由同一位医师 专责对中小朋友的身体状况 包括身体理学检查 花丹米国各项身体状况的照顾 家长由于围高祖孙 以红祖下定点 我们这一次这个守护宝贝的计划呢 主要是希望提供三岁以下的小朋友 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长期性的照顾 那从出生之后的包括身体的理学检查 然后发展的评估 然后初级他们各项身体状况的初级照护 以及还有就是家长在育儿路上遇到的各种挑战的一些叫就是卫教的咨询 那这个其实是如果能够还有预防注射的部分 如果说我们能够有同一位医师从头到尾完整的追踪的话 比较能够就是可以长期的去注意到小朋友的状况 关乎基属 这些是社会医害 诱理 咖喱这个阶段 都没有设立让这些会计划是基础的权装 家长可以选择更惯 会计划是比较方便的还有精确 让理科医师会计划是家长医学科医师 带领快要诱理专解医师 固定由诱理专解医师跨境 来两早地道最好的健康教育 新春华新闻撒2600 蔡红博登 收入掌华新闻 大家就会来 赞